五百块美金而已 漂亮的一匹马 可以在那边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管道都建立好 真真实实的让别人相信 好不好啊 不能骗人 我们在泰国救牛 我发觉有问题 泰国救牛的风气叫牛银行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救的一定是母牛 我们听了好 哇 母牛太好 结果你救一条母牛 什么叫牛银行 那这个母牛给对方养 他要负责生小牛 第一只小牛生下来 如果供的就给这个牛银行 牛银行就瞧人家咬他 就给人家卖掉杀掉了 然后呢那只母牛是不会杀的 因为你放的 但是那只母牛要负责一只生小牛 各位 我把你女生买进来 然后呢你一直给我生 生了给人家杀 这对牛很不公平 所以我也有跟雪莉 我们放的小组 泰国先停了 使我们的泰国自己去找土地吧 泰国土地也不是太贵 然后猪也好 我在泰北已经在尽力了 然后呢 把这些牛让他一辈子安享天年 对不对 就算他怀孕了 让他天伦之乐 多好啊 但是千万不要 利用他 利用他 所以我想当我们要去做任何 还是要去调查一下 如何如何是正确的 不然泰国人放牛的风气还真的很好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牛圆 我就去问 你们讲没有 原来都是送给人家生 然后小的拿去杀 那这样 这个方法是错误的 这个是由泰国政府出面的 当然也可以让他们小赚一点钱 那你这个牛就负责生吧 但是对牛妈妈是非常不公平的 对生下的牛也不公平了 对捐钱的人如果是知道是一个磨杀 他也不要捐了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去调查很清楚 然后当然大家都喜欢救牛 因为我们新加坡 我们跟台湾合作 在斯里兰卡救牛就救很多 超过一万了 那斯里兰卡还比较好 因为它是 因为他们是印度教 斯里兰卡也有印度教了 属于印度人种了 他们就最多是产牛奶 他不会生了他也不会杀 但是在缅甸比较好 跟台湾就是养在里面 一辈子快乐 所以当然除了牛 马 羊 狗 猫 都要救啊 但是用什么方法 希望大家集思广益 好不好啊 当我们在思考这个时候 佛菩萨我欢迎吗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个叫利他的思想 最容易开智慧 怎么样去救护各种的生命 这是方法 好 所以第四句话 各位念完了 将来赶快给他翻成英文 好不好啊 很流利的 然后我们就请人家念一念 然后就赶快传出去 就登报 因为金山佛佛 很多华人对他很有信心的 第五 等一下我们叫轮流放生了 寒山问时德 放生可成佛佛 答曰 诸佛无心 我以爱物闻心 仍能救物之苦 即能成就 诸佛心愿移 故一念慈悲 旧一物命 是一念观世因也 日日放生 则慈悲 日日增长 久久不息 则念念流入 观世因 大慈悲还宜 我心即是佛心 焉得不成佛乎 故知放生因缘 非小善之所能比 凡我同愿 以广行劝勉 善令群生 同归悲化 凡我同愿 愿成佛利益众生的 都应该广行劝 勉励大家放生 戒杀 互生 善令群生 大家一起有这个慈悲的教化 不要杀生 进一步救物命 所以放生 可不可以成佛 可以的 所以要成佛 一定要放生 因为放生的 当下的心 就是成佛的心 为什么 诸佛无心 唯以爱物为心 那个时候 我们一点都不想自己 只想救那一只命 对不对 希望这一只命 能够活下来 所以我今天 有一点快乐 为什么 我一直在想说 哪一天有一个道场 旁边就可以放生 就是这边 这边就可以放生 对不对 我们在这边念经 那边就在放生 那边还在做烟供 我们老板说 这边做烟供 没有问题了 我们是白烟 又不是黑烟 是干净的 所以是香的 对 而且这附近还有屠宰场 杀鸡丫的 我们更要做 更要回向给他们 消除他们的痛苦 好 希望各位多收看 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防疫医师苏伟如 防疫期间 除了注意个人卫生 请洗手 少用手碰眼口鼻外 什么时候应该要戴口罩呢 1.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计程车 2.进出医疗医院 2.进出医疗院所 3.去人潮拥挤的地方 4.空气不流通的密闭空间 另外 如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应全程戴口罩 例如搭电梯或开会时 也提醒您 当有出现发烧 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或身体不适时 也请戴上医用口罩 颈速就医 防疫期间 正确佩戴口罩 并注意戴口罩时 手部卫生 少碰眼口鼻 口罩使用后 丢弃垃圾桶 共同为健康 搭起防护罩 2.进出医疗 周朝时期 孔子门生之中 德行出众 以孝行著称的民子谦 在他很小的时候 母亲就去世了 孩子 起来喝口水吧 你都跪了整整一天了 为了更好地照顾民损 父亲续去了一位妻子 我有弟弟了 后母生了两个孩子 民损多了两个弟弟 乖 孩子过来 有你娘在家照顾你 我也就放心了 记住 在家又听你娘的话 父亲放心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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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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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父亲外出以后 民损的生活 就在砍柴挑水之间飞快动过 家里所有的重火几乎都落在他一个人的肩上 但是民损对此却没有一丝怨言 民损 还不赶紧干活 屁完柴火就去把水缸里的水给填满 你赶紧干活 是的 我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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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好了 别吵了 你们俩都有 母亲 水缸已经满了 那就吃饭吧 是的 母亲 好了 好了 这不是我的 好好好 你们都有 一人一字 来 当民笋看见继母给兄弟夹菜 不禁想起生母对自己的教会 真好吃 孩子 快下来 不 我不下去 孩子 下来吧 孩子 当心 我要抓鸟吗 扶点肉就好 娘 我知道错了 知道错就好 娘 我知道 我不该不听您的话 我错了 你忘了娘昨天怎么教育你的了 父母呼 应误还 娘 我知道了 父母呼 应误还 父母命 行误来 父母叫 须静听 父母则 须顺朝 娘 您放心 以后我一定听话 真好吃 我还要 你愣在那干嘛 吃完了就赶紧出去 后院还有好多活没干 是的 母亲 我马上就去 冬天马上就到了 从今天开始你晚上也出去批柴 要不然我们冬天怎么过 是的 母亲 孩儿一定要多批柴 您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母亲 没有了 去吧 是的 母亲 孩儿这就去干活 您慢慢吃 慢些吃 当心噎着 这孩子平时吃得不多汗 去活了 倒还一点都不含糊 挺好养的 快一点 你带不着 好啊 好啊 好大的胆子 竟敢又偷奸耍滑 还不快点干活 父亲 我错了 错了 错了还不赶紧干 这眼看就要入冬了 你想冷死我和你弟弟啊 还不快点干 今天不把这些柴火全都弄好 就不要睡觉 林笋在如此艰辛的日子里 无怨无悔地承担着家庭的重任 这完全是秉承了生母平日对她的教诲 天都大亮了 你还不起来 家里还有多少活等着做呢 睡什么懒觉 是的母鸡 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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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